黃毓民議員 我希望梁繼昌議員最好不要中英夾雜,因為你難為那些全譯 是的,沒錯 迪士尼樂園開業七年,首次錄得盈利 當初那五十七億,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收回 作為我們在立法會、財委會審視公帑運用的時候,這就令我們覺得很遺憾 一夠張就廢話就算了,當年董建華為何會弄個迪士尼 因為經濟的問題,然後就批評美國人,別人肯來就批評范英,以為就發達了 發什麼達呢?七年了 第一次錄得盈利,十七億就轉為股本 另外再要借八億多給他,舊債三億多又未還 舊債未還,新債又起 我們不需要講那些什麼Terms 只是講這些大家聽得懂的語言 五十七億的投資,何年何月才能歸到本呢? 十七億又要轉為股本,即是納稅人銀的錢 舊債的三億多還在還,現在又要給他多八億多 我只講這些就夠了,何必講那麼多 你的問題 我的問題很多,主席 2011年至2012年年度的營業額是四十二億七千萬 但純利一億零九百萬,2013年度是四十八億 多了幾億,純利又兩億多 新酒店的成本是四十幾億 我想問的是,究竟何時才可以收回政府 今次批出,我夠不講了? 這八億多借給你,何時才可以還呢? 你們預測是何時收回政府 收回這些錢 但這樣就可以了 有沒有? 有沒有錢? 就是剛才我提到在我們文件裏面 那個附件五兩年 你講一講出來 我們都講到最後的還款期是二零五年 二零五年 二零五年 二零五年,即是十一年後 十一年後 那你說那些納稅人肯不肯過來呢? 舊債都未算喔 是不是? 然後又要,喂 你又還不起那十七億 現在又要政府暗十七 將那十七億當成股本 是不是? 那你現在八支幣 你真是一年都是收回那兩億多 是不是? 然後我們佔五十幾個% 即是特區佔五十幾個% 特區政府 就是納稅人的錢 當然不是梁振英 什麼時候都能收回這些錢呢? 喂,做生意 香港還說很精明啊 做生意 自由貿易 自由經濟 有沒有人會做這些生意呢? 天下間有沒有人會做這些生意呢? 最初五十八個%的股份 地又給你 錢又銀賣 是不是? 今時今日 還要多給錢借給你 是不是? 再加上舊的那些 你這些錢都要用 說到二零 什麼二幾吧?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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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年後 是不是? 即是 你說哪裏都說不通 老實說主席 是不是? 我們說些大家聽得明白的就可以了 問一下香港市民 問一下有份納稅的人 包括小弟 是不是? 你這條氣信不信呢? 你告訴我 天下間有沒有做生意 做得那麼愚蠢 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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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股 是不是? 這個是無底心談 來的 說句難聽些 所以這一筆錢 真是希望大家慎重考慮 在財委會中就要撥這筆錢給他 好 下一位 謝偉傳議員 謝偉傳議員